我们看看事实是什么 他说耐庆德的儿子 因为在美国有取得美国公民证 所以只要一打仗 耐庆德一定会依亲理由就绕跑 我们看耐庆德 耐庆德在党主席就此演说中 清楚表明追求和平是两岸 共同的期盼 耐庆德的国家路线 两岸立场会跟蔡总统一致 耐庆德主张四个坚持前提下 守护台湾民主 和平繁荣 不会主动破坏台海现况 以及区域和平的稳定 另外坚持的理由 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来决定 我所了解的 他儿子也没有什么美国公民 也没有美国公民 不像蒋家一大堆美国公民 还有请问一下 还有多少大官你们都是美国公民 小放 所以看一下 这会听得到几句 所以这就是一种造谣 可是有没有人相信呢 真的有人相信 再不然蔡英文总统的论文 或者是很多在网络上面 很多的谣言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高金在网络上所散布的谣言 不会有这么多人相信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一趴说 有关于说要把台积电炸掉 今天其实美国也出来讲了 这是中共的一种宣传的谣言 所以我要请问的是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不管是在你的手机里面 或在网络上面 我们每一天到底接收了多少多少的谣言 像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像高金素媒 或者是像吴思淮 中国只要对他们招招手 勾个小指头 他们连滚带爬的就跑去 但是叫他们捍卫台湾 叫他们为台湾说说话 叫他们玩火山布雷的 这些相关的武器 他们就是死命的主导 这个到底他们是为了中国 还是为了台湾 我觉得这应该是相当清楚才对 所以佩文姐 我看看这个逃美国避战 佩文姐也是美国都市 也是回来台湾 其实坦白说 刚刚这个主持人讲说 那个黑名单 那个嚎啕大哭 那个那种感受 我可以感觉出来 但是你在美国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的话 去介入 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就被邀请过到 Promosa Club 台湾同乡会 台湾同乡会 然后因为我不认得 然后我说能不能 我能不能带我另外一个朋友去 那个朋友他爸爸是 国大代表 客家人 结果他们就 对方就告诉我说 不要找他 他不是台湾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就问我那个住宿家庭 那个人说 你不要去 因为太复杂 你一去就变成台独了 对对对 之类的 但是但是 我就被打过小报告 你也被打过小报告 原因为什么 你知道我回来以后 我在中央 我一回国就在中央日报上班 然后呢 那是党营的报纸 对国民党的党报 然后呢 我记得我接到一个 就是也是留学生回来的一个 好像在大学做校长 他说你怎么可以进中央日报 对啊 你被打小报告怎么还可以进去 他没有这样讲 他只说你怎么可以进中央日报 我那时候傻傻的 我就说文章写的好不好 见仁见智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进中央日报 后来有一天 我那个主任 我那个时候在负责海外版的编辑 主任在那边看东西 就是 这边有一篇你的报道 报告 你要不要拿去看一看 梁二的报告 人家打他的小报告 梁二的报告 然后一本草绿色的东西 叫做海外渔情简报 海外渔情简报 中间有一段就讲我的 然后就说我参加那个同学会 那个同学会的会长 我是副会长 那个会长是台独 然后我就被打小报告 然后那个主任就拿去看看 所以后来他们在 后来我觉得说 因为我回来以后 因为有蒋经国的那些 亲信在那边背后顶着 否则我大概也被抓去 你可能大概也就 你也就回不来了 对要不然就回来以后 也会很严重 也会很惨 对 对真的很惨 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 可能是真的比较严重 现在比较没有那种问题 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把这段历史告诉大家 真的 我在美国跟这些朋友见面 我好几次陪着他们哭 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很多 都大我二三十岁以上 我那时候在三十几 四十几 他们都大我二三十岁以上 有的都已经是哈佛大学教授退休 芝加哥大学的医学院的医生 白发苍苍 在掉眼泪 讲到掉眼泪 那种我永远忘不了 可是敢讲说 因为你有儿子在美国 所以你就会绕跑 请你去看看你们国民党 绕跑的应该都是国民党吧 我不客气来这样讲吧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 不过我们再来看 国民党2024选册会今天成立 人员名单曝光 就刚刚小芳有讲 传闻选册会的人员名单 包含立委傅昆奇 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真名忠 前立委黄昭顺 台北县前县长周锡伟等人 不过侯友宜他还是一句话 相信朱首席会有妥善方案处理 出现争议的名字 你应该讲话吧 你不是当警政署长不是专门在抓坏人吗 你怎么会不讲话呢 你是抓坏人的呢 朱立伦情义2024总统提名办法 马英九期许全党团结 避免争议 朱立伦表示 马英九特别期许国民党要团结一致 避免争议才有机会胜选 就讲半天 他就找了这些人 他就找有争议的人 所以看起来朱立伦也不太甩马英九的意思 那这句话很多人就看不懂 他说如果国民党提侯友宜搭配盧秀燕参战2024 那就天下无敌 大家都可以休息了不用选了 这沈鹿熊讲的 这句话到底是讲说不用选了 是国民党不用选还是民进党不用选 这个我也看不太懂 再来 侯友宜到底在等什么 媒体人直言 蓝营的这群人对他有疑虑 哪一群人呢 看看王上次怎么讲 最大的问题是党内深难对侯仍有疑虑 所以侯要掌握最佳态势 对等他有意见的人都非他不可的时候再表态 而非现在快快表态 对他才是最好 哇那讲起来是 蛮有策略的 好听叫做有策略不好听叫建诈 然后再来看 孙话名怎么讲 侯友宜最大的问题是深难对他仍有疑虑 两岸战争攸关全民的深属问题 侯友宜得要有一个主张 问题是侯友宜没有主张啊 四季 这就是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今天有一个新的民调 我觉得那个民调某种程度的目的是在逼侯友宜 快做表态 因为侯友宜一直没有表态 而对于侯友宜迟迟不肯表态 很多反弹的声音都是来自蓝营内部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帅化名 包括这个最挺侯友宜的媒体人 也都发出了一些 两个字的 违安 违安是吧 违安也算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譬如说也看到光晴姐 也有一些对于侯友宜的这些评论 其实侯友宜的不表态 其实内耗的都是自己人 这也是他自己要去处理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个民调 看起来是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目的性 然后讲到说现在国民党 推出了这个选策会的这些成员 的确很多人都有这个争议性 刚刚这个小方也已经提到了 包括刘正宏 刘正宏是把苗栗搞到破产负债的 这个县长 然后还有傅昆琦有案的 然后还有李全教也是有案子的 结果也是从蓝营内部自己开始反弹 为什么 来今天最新的新闻是 申兰串联起来到党中央去抗议 要求朱一伦下台 因为他们不满意这个选策会的成员 另外蒋根皇大调了吧 他也反对 蒋根皇是挺侯友宜不宜余力的 对他反对傅昆琦入列等等等等 然后许巧新 这个战斗指数爆表的杀神杀佛的这一位 要挑战立委的 他说我看到这个名单之后 心良的一半 所有的疑虑都是来自国民党自己内部 所以家营 蒋根皇因为蒋根皇是议长 你是新北市的议员 他挺侯友宜不宜余力 他都反弹 其实他的意思也就是侯友宜的意思 但是因为侯友宜他现在 侯友宜的反弹只是自己没有讲而已 他用别人的嘴来说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他还是需要整个蓝营的大团结 所以不方便去公营蓝营自己内部 尤其申兰对他的反弹的力道 目前还是很大 那其实侯友宜他目前看起来参选的态势 应该就是大概国民党就是他了 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民调 因为民进党我们大约就是定于一尊 一定就是赖清德来参选总统 所以我们已经凝聚起来了 但是国民党现在是还有这个各个意见 所以民调上当然民进党现在民调会高一点 这是可以预见的 可是就像勇哥说的 我们不能忘记一一二六 很大很大的挫败 那其实侯友宜他什么时候宣布参选 我们自己议员今天也都会讨论 我们认为还是不能忘记是4月23号是 到7月3号是新北市议会的会期 那侯友宜也有可能把他参选的时机 压在会期之后 以免民进党团在总咨询的时间 对侯友宜做出猛烈的抨击 其实猛烈抨击 他不管有没有宣布参选都会猛烈抨击 但是他一向都是B站 他不宣布你就会换过他 他一向都是B站的 他希望就是模糊焦点 不要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就不相信 他没宣布你们在咨询就会很客气 我也不相信 现在就已经很严重 当然台湾人很相信 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人他要选总统 他有总统的阁 有总统的班 所以啊 老公 所以这样看起来 奇怪 国民党的选册会 怎么那么多争议的人 这个选册会精彩的点 其实就在于傅昆琪 因为傅昆琪2021年12月的时候 就有发文 因为那时候四公投失利 他说要灰类斩马迹 告别蓝皮绿谷 才能从政私契 在野诸侯都是冷漠旁观的路人讲 那讲的在野诸侯 然后又冷漠旁观 又蓝皮绿谷 他讲的就是讲口友宜 所以说上个礼拜 还有传入说傅昆琪就是要帮助朱立伦 弄郭朱沛 所以因此朱立伦 把一个涉嫌炒谷案 不是涉嫌 就是因为被判刑 入狱又出来的 放更进这个名单 也不顾社会观感 最大目的就是傅昆琪很了解 怎么样去做整个总统的这个布局 包含的是说 在全台湾哪些装脚怎么样 去沟通联系 因为这个 因为欧友宜目前的问题 是他走不出新北 所以说傅昆琪 有这样的一个选战机器 在这时候 侯宜就担心很大 所以说相信朱主席会有妥善方案 就在跟出一轮求饶 说拜托 你不要再整我了 赶快去争议找我 但是真正影响侯友宜是什么 刚才讲到这个民调 当然不能太乐观 因为他有点逼宫侯友宜 叫侯友宜敢表态的意味 所以賴清德有点偏高了 那但事实上 大家注意到这个有细节 这个很多媒体很少公布 他说这个新北市的部分 賴是四十五趴 侯友宜是二十六点九趴 台北的话是三十四点九 比三十三点七 一直是新北侯友宜崩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因为当初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高雄民调先崩盘 高雄人觉得说 你做这么乱要跑掉 一旦侯友宜在新北这边民调 东盘很多新北市民 新北这议员就会跳出来说 你事情都没做好 你很多建策都做得很烂的 这个时候 侯友宜的总统制度大概也要断了 所以小芳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 如果依朗东讲 侯友宜真的会在新北崩盘吗 是啊 因为其实侯友宜最近包括恩恩案 恩恩的爸爸是非常的不满意 还有前几天淡水这边又发生了一个 在家里面很不幸的事件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才发生一个 就有长辈在家里面不幸过世 而且过世半年了 最近又有一个 昨天又来 然后现在洪湖的议长 国民党的被收押境界 是 整个新北的社会安全网 其实是破掉的 不止新北 它现在已经蔓延到 其他他们的问题都出来了 但是国民党的选策会里面 刚呈现出来的都是朱立伦的好朋友 我们讲更生人也就算了 我刚会讲朱 朱最有的原因是 因为都是朱立伦的好朋友 因为都是朱立伦的好朋友